心血管疾病是全球最致命的疾病 在美國2021年有近70萬人死於心臟病 佔全部死亡人數的五分之一 做六件事維持血管健康 這些食物藥材可稱血管垃圾 飲食調整 飲食對於血管健康至關重要 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攝入量 可以提高身體中抗氧化劑含量 這些抗氧化劑可以保護血管內壁 免受氧氣損傷 此外減少洩入高脂肪、高膽固醇 與高鹽食品 亦可以有助於維持血管健康 運動 定期進行有氧運動 好像跑步、游泳或騎單車等 可以提高心肺功能 加強心臟肌肉 並增強血管彈性 控制體重 保持健康的體重 可以減輕身體的負擔 並減少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停止吸煙 吸煙是導致血管損傷的主要 原因之一 戒煙可以幫助減少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同時可以改善身體的健康狀況 控制血壓與血糖水平 高血壓與高血糖 會損害血管壁 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通過定期檢查與控制這些指標 可以保持血管的健康 心理條節 2019年 刊登在German Network Open的研究發言 對未來看法越樂觀的人 疲患心臟病的風險越少 長期處於壓力狀態 會導致血管損傷 通過學習適當的壓力緩解技巧 如冥想或心呼吸 可以幫助保持血管健康 清理血管的藥材及方劑 可幫助清理血管的中藥有哪些 1. 單心 單心被廣分應用於中意中 具有活血化與降血壓 保護心臟等功效 可以幫助保持血管的健康 2. 山楂 山楂中含有豐富的黃銅鋁化合物 如山楂酸 盧丁與酷皮素等 這些物質 有降低血脂 抗氧化 抗炎 與抗血小板凝聚等作用 從而有助於 預防和治療動脈足藥硬化等心血管疾病 3. 赤雀 具有活血去乳 清熱解毒 止痛等功效 可以用於治療心血管疾病 乾皮疾病 腐科疾病等多種疾病 赤雀中 主要含有甘類成分 如雀藥甘 雀藥內脂甘等 這些成分 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 可能有助於降低血脂 防止動物觸氧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發生 赤雀的主要功效 還是助於活血化與改善微循環 對於一些因血液循環不暢引起的疾病 如痛經 與經不調等 有一定的輔助治療作用 4. 三七 三七具有活血化與 降血壓 抗血小板凝聚等作用 被廣泛用於預防與治療心血管疾病 有哪些中藥方劑可稱血管呢? 1. 血虎逐乳湯 血虎逐乳湯是一種經典的中藥方劑 具有活血化與行氣止痛等功效 適用於血乳症狀較重的患者 如心狡痛、觀心病、腦血山等 2. 通效活血軟 通效活血軟 是一種用於治療心腦血管疾病的中藥方劑 由赤雀、川宮、桃仁、紅花、蛇香等藥物組成 具有活血化與降低血壓 改善心腦功能等作用 3. 伏方丹心滴軟 伏方丹心滴軟 是由丹心、三七冰片製成的中藥滴軟劑 在伏方丹心片的基礎上研製而成 功能為活血化與 里氣止痛 具有活血化與 降血壓、保護心臟等作用 適用於高血壓、觀心病、心絞痛等疾病 2020年刊登在《循政補充和替代醫學》的研究發言 對於接受 冠狀動物介入治療術 即痛波仔的觀心病患者 服用伏方丹心滴軟後 心血管功能顯著改善 嚴重心臟血管不良事件的風險 降低了47% 均衡攝取五類護血管食物 哪些食物可稱血管呢? 1. 蔬菜 蔬菜中 附含多種維生素和抗物質 特別是附含葉酸、甲、尾、纖維素等成分 可以幫助降低膽固醇水準 降低血壓 防止動物硬化 建議多食綠色蔬菜 像菠菜、芹菜、西蘭花等 2. 水果 水果中附含多種營養成分 特別是附含維生素C 與纖維素等成分 可以幫助降低膽固醇水準 清除自由基 減少血栓形成 建議多食甘骨類水果 像橙、柔子、檸檬等 3. 堅果 堅果中附含不飽和脂肪酸 與抗氧化物質 可以幫助降低膽固醇水準 減少血栓形成 預防動物硬化 建議適量食用堅果 像核桃、杏仁、腰果等 4. 魚類 研究發現魚類中附含不飽和脂肪酸 可以幫助降低膽固醇水準 減少血栓形成 預防動物硬化 建議適量食用鮭魚、沙甸魚、金槍魚等 附含Omega-3脂肪酸的魚類 5. 全谷類食物 全谷類食物中附含多種維生素與抗物質 特別是附含纖維素與抗氧化物質等成分 可以幫助降低膽固醇水準 防止動物硬化 建議多食燕麥、糙米、全麥麵包等全谷類食物 食物的作用有限 不能完全替代藥物治療 如果有心血管疾病或高危疾病 還需要遵從醫生的治療方案 以上提到的草藥中 一些可能聽起來很陌生 但很多都可以在保健食品店 亞洲雜貨店買到 但因每個人體質不同 請同專業醫師諮詢具體治療方案